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陣上海東方衛視記者張經義 在白宮記者會上老點美國總統特朗普 當特朗普問他 Where are you from 的時候 他就說自己是從台灣 其實他真正服務的單位 就是上海的官媒 因為上海東方衛視 其實是屬於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所擁有 而這個集團是由上海廣播電視台所組建 上海廣播電視台是甚麼 是屬於中共上海市委的直屬事業單位 上海東方衛視不是官媒不是黨媒 也是甚麼 當特朗普總統問你Where are you from 其實只是問你來自哪裡 沒有理由你老點他 把自己的出生地拿來回答他 難道問問馬英九Where are you from 的時候 就說香港了 因為他是在香港出生的 在九龍的廣華醫院出生的 有沒有這麼愚蠢 他擺明你就是想偽裝自己成為台灣這個媒體的身份 盲的都知道你想怎樣 食請不單止是他的 這個鳳凰衛視的女記者王右右也是 辯稱自己是屬於香港的媒體 根本在香港沒有人看你鳳凰衛視的 而且你的資金完全是來自大陸的 你就不是香港的媒體 而是境外的媒體 特朗普為何會發勞騷呢? 原來他在Twitter上看到他老友Charlie Kirk的一條貼文 Charlie Kirk就說 為何中共特務還可以持續進入白宮記者室呢? 這位所謂的記者 即是張經兒 跟總統說謊 說自己是來自台灣的 實際上是僱用於上海的媒體集團 是中共的宣傳機器 然後特朗普就轉發了這條貼文 直接說一句 Cut him off loud 即是說現在就要將他隔離 以後不能進入白宮了 這個舉動其實不單止是要適用於這位張經兒記者 那位王右右記者其實也是在腦點著特朗普 為何這些聘用於中國媒體的記者 這麼喜歡偽裝成為台灣或香港記者呢? 為何不大方承認自己是中國記者呢? 既然說到現在中國強大起來了 中國夢就要實踐了 那你很應該直接在美國總統面前 展示自己的身份才對 不需要裝作 既然中國是偉大、光榮和正確的 有什麼好辦呢? 你沒理由佔台灣和香港的便宜 沒理由找台灣和香港的笨 根本上你不屬於台灣和香港 說起鳳凰衛視 雖然大家在香港沒什麼機會看得到 因為它不是無線廣播 它是有線廣播 它是需要大家裝上Now 或有線或其他台 才可以免費看 一般的電視機 你接駁天線是看不到的 不過他們在網上的走勢相當零厲 原來他們的點擊率是很高的 我翻查了資料 原來鳳凰衛視在香港的新聞與政治類別 的YouTube頻道當中 是排第15位的 換言之 它在網上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其實不單止是鳳凰衛視 如果大家在YouTube上有發現的話 就會留意到近期 是有極多藍絲的頻道 藍營的頻道 好像雨後春筍一樣的開導 而且點擊率是不差的 每一段影片都在講 10萬以上的點擊 這就揭示了一個問題 這個情況 在台灣總統大選以前 就在台灣一度出現過 只不過這些頻道 全部都是永韓的 一律是支持韓國瑜的 現在當然就是謝曬皮 連他本人都將要在六月份的時候 接受高雄民眾的罷寒公投 他高雄市長的職位 保不保得住 還是未知之數 只不過 當時的永韓網絡資源 就在總統大選以後 全部都消失了 到底去了哪裡呢 就有很多個說法 這些資源全部都來香港了 所以大家看到 在YouTube上 出現了很多藍絲的頻道 而且不是一個半個 在說幾十個湧過來 肯定是投放了大量的維穩資源 而相對地黃營方面 由於黃台大部分都是各自來營運 所以是相對鬆散的 只不過好在有群眾基礎的支持 我在網絡上觀察到一個情況 就開始出現一些懷疑是網軍的人 在偽裝成為黃絲 走去分化內部的人 即是俗稱鬥王 我就留意到這個現象 在YouTube上極少出現 因為YouTube因為需要出現真人 在這裡對著鏡頭說話 所以誰是假裝黃的話 就很容易露餡 比如說有些自稱黃營的台 竟然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叫你投白票 然後就踩到區議員一民不值 又說區議會制度是廢的 但明明他還是操控著一筆社區撥款 然後又指控區議員吃人血饅頭 諸如此類 現在到立法會選舉 跟一些人走出來說 又說不要搶功功能界別 但明明沈旭輝教授、黃宗堯、黃喜等等 每個人都走出來 叫市民踏躍地在功能界別當中登記成為選民 所以如果在YouTube上面 扮黃搞分化的話 很容易露餡 因為市民會識穿他們 就會離棄他們 所以這班傢伙就轉移到Facebook 或者討論區上面 大家可以按進去 有很多所謂的鬥黃 或者搞分化的人 基本上都是空的帳號 包括用假名 或者是沒有照片 或者是用假照片 或者你按進去Facebook 完全是沒有什麼分享的 擺明就是網軍的帳號 這些人就是在Facebook 或者討論區專門來鬥 譬如說某家的食店 根本上是不夠黃的 他又騙錢的 他們就在這裡做這些事情 但大家看到YouTube 不會有這些節目走出來的 因為一出來 一出來的樣子 你就醜了 你一出來的樣子 就會被人知道 原來你是這樣的分化人 原來你是假裝黃搞分化的 所以在YouTube是極少這些的 最多叫你投白票就盡了 但是在Facebook大家一定要留意 最好就是漠視這些人 無視這些人 不要跟他們爭拗這麼多 因為基本上是浪費時間的 至於這些網軍 會不會在網絡上帶到風向呢 絕對是可以的 若然不是的話 他就不會這麼積極地做 那些極端激進的分子 就會讓他帶到風向 就會加起來 一起去批判 批鬥這個黃店 就說別人不夠黃 諸如此類 所以大家只要在Facebook上面 若然看到這些人 你點進去看看 他到底是否一個真身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理他 肯定是九成九的網軍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人 怎會這麼有空 去批鬥這間黃店 批鬥那間黃店 又說別人不夠黃 然後就床頭露尾 自己的名字也是假的 相片也是假的 一張自己的念照都不敢放出來 聲音又大大 在Facebook那裡 但是大家一定要留意 在YouTube是沒有出現過這些東西的 我真的看不到 如果你看到的話 可以在留言裡告訴我 哪裏有 因為一旦要出自己的真身的話 就沒有人會說這些東西的 所以那些肯定是網軍 大家要警醒 不要浪費時間和你們吵 好了 說回東方衛視的記者張經義 在台灣方面 陸委會將會著出查處 陸委會發言人邱瑞正說 上海東方衛視是大陸黨務 以至政務體系的直屬事業單位 我剛才說過 就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單位 張經義已經涉嫌違反了 兩岸條例的第三十三條中 台灣地區的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不得擔任中國大陸黨政軍或團體的相關職務 或者成為會員等相關規範 第九十條規定了 違反規定者 依法將會懲處新台幣十萬以上 五十萬以下的罰款 張經義曾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台灣 邱瑞正說 張經義具有台灣人民的身份 擔任上海東方衛視駐美國記者 上海東方衛視是大陸黨務和政務的事業單位 陸委會將會依法盡速查處 希望盡快查個水落石出 不過懲處五十萬元新台幣 其實也沒有什麼阻嚇性 既然說到他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那就很應該查清楚 到底他入境美國的時候 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入境 還是持有大陸的護照入境 這是很重要的 若然他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入境 但是他又為上海東方衛視服務的話 你這個陸委會其實也要檢視一下 到底是否需要註銷他這一本的中華民國護照呢 因為中華民國護照的持有人 就可以是免簽進入美國的 若然他拿著你中華民國台灣的那本護照 但是就為上海官媒服務 然後到白宮記者會上 還有腦點美國總統 這個就是有選國體 有選你中華民國的聲譽 所以陸委會其實也需要檢視一下 這本護照到底應該如何處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